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连续17年未能闯进季后赛的水手,在客场面对太空人四连战的系列赛,展现抢进季后赛的强烈企图心,前三战皆取得胜利的状况。 今天最后一场对战,在延长赛靠助串连安打,以及守护神迪亚兹,Edwin D.S.登板关门,最终以4比3横扫太空人救援王迪亚兹。 美联社虽然根据Sportsline网站的计算,水手队目前仅有30%的机会打进季后赛,不过中将的好表现,准备狠狠打脸这些不看好他们的数据。 面对同分区的龙头太空人,今天水手在前面八局还以一分落后,在第九局靠助西里,Ryan Peely,的阳吹弹续命,延长赛在依靠高登,D. Gordon,海尼格,Mitch Anizer,的安打攻下超前分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时局下半守护神迪亚兹连四天上场关门,却丝毫不显疲惫,虽被打出一只安打,不过送出两次三阵,对战太空人四连战,迪亚兹共投了四局,只因为一只羊春炮失掉一分,送出了九次三阵,没有任何保送, 防御率降到1.98,收下第46次救援成功,有望追逐K.Rott在2008年创下的善计62次救援成功记录,水手先发投手拉米瑞兹,Erasmo Vemaretz,表现优异,猪投五局,被敲三安,没有失掉分数,带猪领先下场,遗憾在第八局遭到逆转,与胜头无援。 太空人赛羊投手大胡子凯克,Dallas Keiko,今天先发七局,挨了七只安打,只是两分,防御率降到3.43,水手目前在外卡排行排名第三,目前落后给同样在美联西区的运动家1.5场的胜差。